大家好,本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Unity 3D音频系统的声音格式 声音的导入设置,以及音频管理器的相关设置 Unity呢,支持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声音格式 在我们将声音文件导入之后呢 Unity会为我们提供三种选择的压缩方式 这三种格式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第一种WAV格式呢,是音质较好的无损的压缩格式 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文件较大 适合呢,用于比较短的文件 OGG和MP3格式呢,都是有损的压缩格式 但是它们的文件较小 可以用于较长的文件,比如说游戏的背景音乐播放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Unity声音文件导入的具体设置 进入到我们的Unity 在我们的Asset呢,新建一个目录 Audio Unity文件的导入呢,非常的简单 只要将相应的文件 拖动到我们对应的目录上 就可以导入我们的Unity文件 感激我们导入的音频文件 在右边的简式面板中呢,会有相应的导入设置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压缩格式 刚这里呢,只有两种 一种呢,是PCM PCM呢,就是我们的WAV格式 下面这种AD PCM呢 就是将PCM16位的压缩采样 压缩成为了4位的 那中间在Verbis呢,就是OGG格式 MP3格式呢,是在我们的工程 如果打包成移动端的话 像这个安卓的和Airford 这样呢,下面会有MP3的格式 我们来看第一个参数 载入类型 第一个呢,是指我们的程序在加载后 解压缩我们的生硬文件 这样呢,可以减少我们的程序 运行时候的性能开销 但是呢,它在加载的过程中 要使用的内存 要比我们在运行过程中 使用内存大10倍以上 第二种呢,是在内存中压缩 这种方式呢,是在内存中 播放时进行压缩文件 这个呢,占用的内存非常小 如果我们的声音文件比较长的话 可以考虑用这种压缩方式 第三种呢,是用流的方式 也就是从我们的磁盘呢 直接读取我们的音频数据 这个占用的内存呢 要比原始文件 它占的内存呢,还要小得多 所以呢,这个比较适合 播放非常长的音乐 比如我们游戏的背景音乐 第三个参数呢,是我们的音频质量 当然呢,越低呢,我们的质量就越长 这下面呢,有我们导入的原始尺寸 和导入后调整过的尺寸 那么我们将它的音频质量调低一点 我们应用一下 这样呢,我们调整后的尺寸呢 就只有原始寸的90.45%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速率 这个呢,就是原始的默认采样速率 第二个呢,是优化过的 第三个是我们自定义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 那么通常呢,我们都选用原始的默认尺寸就可以 那在Unity的5.0以前呢 它对声音格式的支持还有两种 一种呢,是原生的 另外一种呢,是我们的压缩格式 到5.0以后呢,就只有我们这种压缩格式 原生的格式呢,就被取消了 上面呢,还有几个小的选项 第一个是强制单声道 然后是否在后台载入 以及是否预制我们的音频文件等等 然后呢,来看一下我们的音频管理器 在我们的Editor 项目设置里面的Audio 这里呢,有我们的全局设置 第一个是全局音量 如果设置为1呢,就是全局音量就是最大 如果设置为0呢 那我们游戏里面所有的音乐估计都听不到声音了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音量衰减因子 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设置我们的3D音效 它的值越高呢,音量的衰减速度呢 就会越快,反之呢,则越慢 如果它的数值正好为1呢 说明它就是模拟我们真实世界的效果 这个我们在以后讲解3D的声音组件的时候呢 会讲到 第三个参数呢,是我们的多普勒效应 这个多普勒效应呢,可能好多同学都不理解 我们来看一张图 假设呢,我们站在这个路的中间 比如说现在有一辆车要从我们的右边 驶向我们的左边 这辆车呢,如果是在静止的时候 它对于两边的声波来说都是均衡的 但是如果它往前开的话 那么它前边的声波呢,频率呢,就会更大 如果它走过去我们这个人以后 往前走了 那么它离我们这个人越远呢 它的声波呢,也就越小 我们听见这个声音的频率呢,也就越低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多普勒音效 好,下面呢,这个是默认的养声器模式 5.1升到7.1,以及我们DTS 下面呢,是系统呢,采样速率 以及最大的虚拟声音和真实声音 那下面呢,还有经用我们的Unity音效 当然这个肯定是不能勾选的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DSP的缓存区大小 DSP呢,就是我们的混合器AudioMaxer 它的缓存区大小 默认呢,有这三种选择方式 有基本的,好的和最好的 这个呢,一般我们选择默认就可以